左人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这么远就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认为西方文明就代表了整个的人类的文明 这是不行的 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第四段做着进一步讲出这个道理来 咱们接着看第四段 他说了 Anthropology was by definition impossible As long as these distinctions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primitive ourself and the barbarian ourselves and the barbarian and the pagan held sway over people's minds 作者就批评了这样一种做法 这是不行的 在人类文明研究中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他说人类学从本质来说是不可能的 by definition 就是从本质来说 根本来说 As long as it's not true 条件状态 这个只要 大家很熟悉了 只要这些区别 什么区别呢 between ourself and the primitive 在我们自己的作者西方人 就西方文明 和那些原始人之间的区别 distinction就是difference不同 还有什么呢 ourself and the barbarian 我们和野蛮人之间的区别 还有ourself and the pagan 我们和异教徒之间的区别 the pagan 是异教徒 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那么人类学从本质来说是不可能的 对吧 你总是把西方文明跟其他分开 认为我们西方才是正统 而总是瞧不起那些什么原始人 野蛮人和异教徒 那么对人类学根本来说是不可能的 是这么来说 这里边有一些表达 我们得看一看 首先那个by definition by definition by definition 就是if something has a particular quality by definition it must have that quality because all things of that type have it 如果某个事情 by definition有某个特征 它一定有这个特征 这个属性 因为其他同一类型的东西都有 本质来看 从本质来说 躲不开的一定有 people say that students are by definition idealistic and impatient 据说学生从本质来说 就是理想主义的 并且是缺乏内心的 从本质来说 再不说 human perception is highly imperfect and by definition subjective 人类的感知 高度的不完美 并且从本质来说是主观的 by definition 就本质来说都一样 根本上有这个特征 就是人类学 从本质来说根本不可能 那么这个只要什么呀 这些我们与原始人 我们与野蛮人 我们与异教徒 或者在这个的区别 在人们的思想中 占主导地位 hold sway 是个书面语 叫做 to be the main influence on people's opinions or behavior 就是在人们的观念 和行为中 有主要的影响力的 就占主导作用 这个一 held 就hold的一般过去是吗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wearing new clothes on new year's day seems no longer to hold sway 这个传统观念 就新年穿新衣 传统观念 看似已经不在 占主导地位了 hold sway 好 这是这么一个 作者进一步说 看下一句 他说 it was necessary first to arrive at that degree of sophistication where we no longer set our own belief against our neighbor's superstition 他说 这是必须的 it是形式主义了 后面这个协定字 first to 一直到句末 这是必须的 什么是必须的呢 首先要达到 这样一种 siffication 就是这样一种 这个老练 这样一种成熟的 这个程度 什么成熟程度呢 就是定义从具 修饰siffication 就是我们 怎么样 到达这么一个成熟程度 是什么呢 在这样一个程度里边 我们不再 把我们自己的观念 与我们邻居的 那个迷信 对立起来 认为我们西方文明 是 人生的封建迷信 先犯八道 如果你这样去对立的话 那么人类学 就不可能了 就是你光研 就西方文章 知道是正统 其他都下入八道 这个有偏见 是不行的 还是这个意思 这个里边 有些表达 怎么得看一看 首先就是这个 set A against B 什么意思呢 make somebody oppose or be hostile to a friend relative etc 使某人 与后面东西 反目成仇 使他成为敌人 尤其与亲戚 与朋友 等等 使他反目 看例子呗 the civil war set brother against brother 内战 使兄弟反目 set brother against brother 使前者 跟后者 向敌对 再比如说 she accused her husband of setting their children against her 她气愤的指责 她的老公 怎么样呢 让她的孩子们 跟她来对抗 来对立 就这个 她老公 挑唆 他们的孩子 跟她的妻子 对抗 实前者 跟后者 对立 好理解 必须 首先要达到 这么一个成熟度 怎么样呢 我们不再 让我们自己的观念 与邻居的迷信 相对立 我们认为 我们是对的 他们是错的 这是对立的 这样的话 去研究人的风俗 根本不可能 后面作者 进一步 强化这个观念 他说了 it would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same premises let us say the supernatural must be considered together are all among the rest 作者进一步 发表自己观点 他说了 这是必须的 it还是形式主义 to do 到句末 重词不定试 真正主义 必须要 reton认识到 认识到什么呢 我们并语从句 nat开始到句末 并语从句 认识到 这些风俗 institution 还是custom 一样的 这个封锁 但是下号线的部分 位置引导定语从句 什么呢 基于同样的前提条件的封锁 什么前提呢 比方说吧 是基于超自然力的 这种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基于这个超自然力的 这种封锁 private表示前提条件 什么前提 比方说吧 下举个例子 超自然的封锁 就是我们上一句话说 迷信了 必须 放到一起 来考虑 我们的 必须放在其他的风俗之中 来考虑 而不能孤立的 光研究西方文明 这个对人类的文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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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研究 跟去研究白蚁一样 你不能孤立的 只研究西方文明 这是不行的 你认为别的文明 是下手霸道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 是这么个意思 嗯 里面就表达 咱们看一看 首先 premise premise是什么呢 statement or idea on which reasoning is based 或者翻译成 hypothesis 就是这么一个 呃 这个 这个说法 或者是关键 是什么呢 是推理所基于的 这个说法 或关键 或者是一个假设 一个假定 就是推理的前提 比如说 看例子 advise to investors wa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interest rates would continue to fall 对于投资人的这个建议 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 假设 什么呢 就是利率呢 将继续下降 如果利率不下降 这个推理就不成立了 这个建议就不成立了 因为它基于这么一个 前提假设 所以本文中说呢 这些风俗 是基于同样的前提条件 是什么呢 比方说啊 基于这个超自然力 the supernatural 就是超自然的 就现在科学 没法解释了 跟那个风俗迷信 迷信的很类似 我们读一下 supernatural 什么呢 that cannot be explained by natural or physical laws 就不能够被自然的 或物理学的定律 来解释的 这么一个东西 超自然的 就什么 什么意思 神啊 上帝天使啊 这超自然的 我们现在物理学 或者自然界的定律 无法解释的 超自然的 那那未必是错的 那未必是错的 比如说 supernatural beings 超自然的那些 生物存在物 你比如说 后面取决例 像 AEG angels and devils 像天使啊 魔鬼啊 超自然的 这种 人 或者超自然的存在物 现在科学无法解释 那 还要想 which doctors believe to have supernatural powers 就是巫医了 咱们巫师 大夫 巫医 那么被相信 被认为有什么呢 有超自然力量的 这个巫医 唱歌 你的癌重就没了 超自然力 就supernatural 必须被放在一块来考虑 our own among the rest 这个among 不是在什么什么之间放置 而是是什么什么之一 在什么什么之中 最后这个 our own among the rest 注意 是个独立主格结构 它像our own being among the rest 那个being被去掉了 being among the rest 不是非为动词吗 前面加逻辑主格 our own 所以是标准的 独立主格结构 独立主格结构 下面就说一道 be among 我们讲过 是什么什么之一 我包括在什么什么之中 这个在四十个 刚刚讲过不久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比如说 he was among the last to live 他是最后走的人之一 包括在最后走的人里边 包括在什么什么之中 再比如说 among those present were prime minister and her husband 那么首相和他的老公 都包括在那些出席的人之中 这后面用了一个道桩了 这是这个表役前置 后面有道桩 还有我们在四十克里见过的 二百三十四级的第五行 二百三十四级的第五行 他说 these ocean waves are among the earth's most complicated natural phenomena 这些海浪啊 是我们地球上最最错综复杂的自然现象之一 包括在什么什么之中 最后 引出了作者 最核心观点 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 我们的风俗 就是我们西方的文明 必须要放脏 整个地球的 全人类的文明之中 来研究 而不能像我们传统的方式那样 只研究西方文明 来用它来代替对全人类的风俗的研究 只要我们认为 我们的文明高于我们邻居的迷信 我们把我们的文明 与其他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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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文化相对立 那么我们人类学根本是 是不可能的 好 这个四十四课是一个标准的学术文章 里面的用词非常正式 有些句式表达相当难理解 而且呢 有些句式结构 也是确实是标准的长难句 希望大家仔细把这个文章好好多看几遍 仔细复习 把四十四课完全吃臭 对咱们读懂高级的书面语 特别是以后在美国 在英国 在澳洲 读学术论文 非常有帮助 帮助我们写出同样精彩的文章 好 四十四课 跟老师就看到这 谢谢同学们